日前知名石雕公園舉辦 舞墨輝豪文字藝術節 由紐爾文教基金會主辦 透過文字藝術交流 提升當地文化與人文素養 今天去辦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說 可以跟我們保利的家 大家互相切磋 然後能夠互相提升 我們的 提升我們的藝術修為 大家可以利用 教朋友的中間 知道筆法 或畫的維蜂 大家可以研究 進步 真的感謝 紐爾文教基金會的 我們的董事長 戴育苑小姐 可以辦這裡好的活動 也在這裡介紹 讓我們的生活鄉親知道 透過大師們的揮毫之下 讓文字充滿生命力 也見證多位大師在現場運筆 提、橫、撇、點運用 即欣賞葛建宏大師 倒寫書法的另類創作 是視覺的一大饗宴 你好 文教基金會 這次可以請到 我們四位大師 有我們 葛大師、廖大師、徐大師、吳大師 可以來地平這裡 現場揮毫 尤其是裡面有兩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用工筆下去創作 和用我們的毛筆 從道具創作 從後面創作回來 我們保利的藝人的水準度 非常高 尤其是我們的藝人 帶動我們保利的觀光 說起來非常高 副議長 潘一全表示 有鑑於手機、平板等3C產品普及 手指滑動點選的便利性 漸漸取代了文字的書寫 造成民眾對文字的辨識 及書寫能力越來越差 透過此次活動 讓民眾對於書法有更深的了解 並提升自我的藝術涵養 民意新聞 馬彥達 普理採訪報導 謝謝